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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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開關按下去沒反應的話 是哪邊有問題呢? 如果你有查過它的回路 Breakout沒有跳掉 回路是有電的話呢 那也許就是開關的問題 那這個是單切的開關 那你要測試的話 可能要先把 電斷掉不然就是把 線路全部把它拆掉 OK 那我們來試看看要怎麼測試 它的好壞 好 那我們用電表 電表我們把它轉到 這邊有一個蜂鳴器 圖案的 你可以先測試一下 短路的話它就會講 它會有聲音OK 好 那我們現在是 它這個單切的開關可以看到這邊 它這邊有一個回路的圖 上面這兩框是相通的 下面這兩框是相通的 然後你按下去的話 這個會跟這邊touch到 這邊按下去的話 好 所以我們就把一個 紅棒 接這邊 插進去 然後一個黑棒插下面 好 現在是不會叫的 因為它 它這個還沒有按下去 如果按下去的話它應該會叫才對 好 拿起來 再把它已經短路了 電源可以過得去 好 把它拿出來的話要用一字起字 好我們用這種一字起字 把它插進去 把它插進去 好 接著我們來測試另外一孔 看有沒有問題 插回去 好 好 那現在我們按下去 這樣代表這個開關是OK的 好 那我們接著來測試下面的另外一孔 一樣把 一字起字插進去 然後拔出來 好 那我們把黑棒插到下面的另外一孔 OK 再測試一次 有BB 就代表功能正常 OK 這樣就切認這個 開關是OK的 如果你這樣測試 然後按下去 它不會 有風鳴器的聲音的話 那代表這個 開關要換掉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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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